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全球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界领袖 他1998年接管塞贝斯公司 在他的领导下塞贝斯占据企业级移动架构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并显著提高了数据管理市场的地位 公司实现收入以及利润的持续增长 福布斯杂志评选出25位在商业界创出非凡成就的著名美籍华裔企业家 他名列其中 2010年塞贝斯由全球最大的商业软件供应商SAP并购 成首宗积极参与国际关系事务 他曾获邀到美国国会就中美贸易关系作证 2005年被前总统乔治布什 任命为美国出口事务总统委员会委员 2006年他又被任命为国土安全部边界安全与门户开放咨询委员会主席 多年来成首宗是美国百人会的会员 并于2009年到2011年担任会长 成首宗现在是美国权威的智库国际研究中心的美中政策顾问委员会主席 成首宗还兼任迪士尼公司和副国银行的董事 成首宗先后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 很快您会把百人会会长交棒给华美银行的总裁吴建民 Dominic Ng 您也是多年的好朋友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华人 是在另外一个组织 应该是CSIS Center for Strategic International Study 中文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中文是什么 是一个智库 是一个智库 但是这个智库是一个很直接 就是总统希望咨询你们 那很多政策的制定 可能也要咨询你们这些智库的 这些委员们会员们 就是跟您一起的这个智库的其他的成员 还有哪些人呢 还有很多人 有些是跨国公司的代表 跟CEO 跟什么的有些有几位是很出名的政客 好像那个我们的高深资深的顾问 Henry Kissinger Secretary Cohen 从前这个播放部部长 所以有很多在政府里面做了很多高官的人 都来帮助我们做advisor 所以这方面是我是对中美关系 跟中美政策特别有感兴趣 有今天这个给他们邀请做这个China Policy的Chair 我看华人来说我是还是第一位吧 你是第一位 对对对 我是觉得是 是所谓about time 应该是时间的吧 应该是华人来对这个方面比较 对中国政策的Chair 当然是应该希望是我们华人 也不一定一定是啊 但是有华人来试试也好吧 对对那我是觉得 这个机会是比较很难得 所以我在白云会一做了两年的会长 到下个月做了两年的会长 我的好朋友接手 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代 还有其他很多的美国 像美国商务部啊 还有那个纽约证券股票上市 您是那个上市委员会的委员 还有像以前国土安全部 您也是他们的顾问 还有美国出口委员会等等 包括现在的就是CSIS 您是中国政策的主席 就是您是美国人 但是同时又是一个中国人 我想这两个国家都是你爱的 那么在将来的这个 你说你工作的发展 还有在一些政策的制定上 我想知道说 这样你自己是怎么样来把握的 很难说了 我是这样子中美关系 我是很一个比较所谓很正面的 去很constructive这样子去做 希望中美关系以后都是友好 然后可以在世界上是两个最大的国家 最有影响力的那个国家 那应该是希望是两方面是上好 对世界和平方便 还有对世界发展是一个好的事情 能在这边做到这种工作的话 能令中国人了解美国人 能从美国人来了解中国人 然后去这方面可以 希望加强那个合作跟交流 这是我的主要的目的的做法 个人生活跟个人那个 所谓工作方面的事情的话 那也很难说 在中国我是找不到工作的 我的中文这样操 但是找不到什么特别的工作 所以我只能再待在美国吧 你的成就还有你的幽默 都是我们大家特别欣赏和特别喜欢的 谢谢你这样 这么多年来不停不休的工作 都是为了说大家有个好的生活 我们也提升我们华人的形象 也主要是为了下一代 谢谢你 那么祝你下一程 马上你又要飞了 祝你下一程的旅途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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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继续收看 接下来三个单元 我们访问的是喜瑞都市的前市长 Laura Lee 李伦父亲 Laura最近锻炼身体瘦了不少 做瑜伽是不是 好开心 是 很好的运动 那么Laura从2003年到今年 那么做了八年的喜瑞都市的市议员 然后市长 那么刚刚正式跟大家说退休了 这八年来相当的辛苦 是蛮忙的 那很多会议很有时候要出城去 所以对家里照顾比较少一点 对这个社区服务多一点 社区服务多 我们说这八年虽然说是在这个市政府 可是这个小家很难管的 小家的政策的制定法规 然后从孩子 从ABC学区开始 然后一直到各个部门 还有到老人中心 无家可归的人 这个受虐的儿妇女儿童等等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 不是说 都是我们服务的目标 服务的地方之一 那有的地方可以做得多一点 有的地方其实做不了很多 但是不是说 像每一个市议员市长 都做这些事 因为这个不是说一定要去做的 但是这是Laura你的一份心 是 我在这边要谢谢 佐雷给我这个机会 然后要特别谢谢 我们喜瑞都市的居民 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为大家服务 那这样子呢 我也可以就是说是多做一点 因为我一直都有一个心意 就是说是希望我作为 中美文化的一个桥梁 因为我很幸运的生长在台湾 那有这么好的 中国的文化的背景 然后到了美国来读书 又很了解美国的文化 所以这样子呢 我自己觉得 我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人 作为这样的桥梁 所以那喜瑞都市的居民 给我这个机会 那我是非常非常感激的 可喜瑞都市民可爱你了 都舍不得你走 这八年来 最后孩子们 你要去跟孩子们讲学习 然后呢 因为还有很多政府的那个预算 还有那个industry的工作 包括那个演艺中心 对不对 从大事到小事 其实都是Laura你在操心的 所以林先生说 都没有机会看到Laura回家 做饭给大家吃 这就是他很有名的一句名言 就是说每一个成功的女人 背后都有一个饥饿的男人 等一下下个单元 我们要听听您的先生 李先生看看他怎么讲 那么这八年来我们说市政府的工作 当然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谈 实在是太多了 从市一级 然后到州政府 然后还有到联邦 所以到一些国际的会议 所以Laura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活动 在你的印象里面 你自己觉得说 这八年当然做的事情很多 你自己觉得说 还值得你自己骄傲的事情 大概都有哪些 我最最骄傲的一点就是我2005年参加全球和平市长会议在联合国 那我在联合国发言 为什么呢 因为广岛的市长 他是推行这个全球和平市长会议的主要的人物 那我在联合国发言我就说 我们这个防止核武扩散是很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的我认为 日本应该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侵略中国韩国以及菲律宾 做一个正式的道歉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做过正式的道歉 不是说是我们不能够原谅他们 而是说是当你没有道歉 这个过去没有结束 那我的发言是 在他来讲是意外 因为他没有预计到我会去发言 那我很幸运的发言了 那我心里面是觉得 日本政府不要觉得我们中国没有人 虽然我是一个华裔的美国市长 但是呢 我觉得我做了一份文化背景给我的了解 那结束以后 很多其他的国家的市长来跟我讲说 你很勇敢 可是我觉得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情 那这也就是因为我生长的背景 我生长在台湾 了解这个过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 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愿望 要去讲这个话 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最光荣的事情 谢谢Laura 那么前段时间参加了你的退休party 那个party可是很温馨的 对 然后那在那个party呢 我们请访问了几位你的老朋友了 中国朋友 你要不要看看他们怎么说的 好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 这个Laura是我们这个好朋友 我们认知他三十多年了 他对我们朋友呢 非常亲切 非常的照顾 当年我父亲那个还在世的时候呢 他就经常来到我们家来拜访我这个父亲 那等到我父亲有那个因为住院的时候 他就到家里来送花 给我太太 然后安慰我太太 Laura她自己非常非常的细心 所以事无巨细 她都会帮人家想 所以我觉得她能够做到 做人那么成功 做事这么成功 是有非常大的原因 这八年以来 她做市长的时候 她帮助了很多华人 帮我们就是申请很多老人应该有的福利 所以我觉得她这点真的不错 尤其是对老老辈的人呢 有些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 应该怎么去用他们应有的权力 她都会教他们 所以真的很了不起 她是一个位非常出色的女中英歌唱家 她对我们史雷豆市的贡献很大 她对每一位选民对她的要求 她总是全力以赴的帮大家的去解决困难 现在她退休了 我祝愿她退休以后的生活 更加的丰富多彩 更加的美好 还有好多的访问今天没有机会吧 不知道Laura唱歌还唱得这么好 没有 那么下面一个单元呢 我们要跟Laura谈谈退休的生活 然后呢当然也要鼓励大家 我们多做一些这个社会的工作 不管是慈善的还是社会服务 好不好 下面还有两个单元呢 欢迎你继续收看